第五場 3T 次關, 四班千四米 又是我自己覺得範圍比較廣闊的賽事 選擇這隻1號的偉大勝利 今次轉去偉大到初出, 落班很多變數 好不幸就執過十二刀 其實這隻馬上鬼文家良道三班 季中的時分都一再接近過 大約二月輸給重草之星 以以這場為例, 輸兩個靈心位 總之接近過, 減夠分下來四班 操練上的偉大都一手摸著 都沒什麼被其他人跳過 自己拿著來操練 這些馬比較重視 十二檔會考考審拿的發揮 但我覺得他轉倉, 落班有明顯的變數 很香薄勒去轉倉這次 第九號一號, 得益良多 上一場換了一执, 大抽配備 有些盤率之下, 潘頓輸過多針位 今場有個好檔預期 這些馬熱等後就覺得這隻馬還要有待磨煉提升 熱WIN就不直撥了,2233撥他在這裏 再選擇7號的老幼威威 上季開始都集中跑過1200米 今季都跑過兩次1200米,一次第二次第三 上場都追上來,剛剛好步一直位置 可能馬房業初行都覺得他下腳比較慢,兩次都後追不及 今季跑1400米也是一個針對性的安排 新騎士蝕欣跑兩次都能搞得好這隻馬,我相信 跑1400米一樣沒問題,預期一隻位置 3號的熱血鬥士也扣了,第四選 預期這隻馬都會跟得益良多比較熱一點 已經贏了馬的杜美爾 贏完那場被人控告就控不掉 幸好他就要停賽 上場換田泰安擺前走就跑得一般 今次看杜美爾會怎樣發揮 這場既然杜美爾騎得他停賽 冤有頭債後主運回這隻馬,贏馬報數就最好 這場自己選四隻,1號的偉大勝利,9號的得益良多 7號的老幼威威和3號的熱血鬥士 這次看見了